我们看这一题,如果fs等于s加1乘以s加2分之s乘以s减1乘以s减4 49f'0的值为多少 要听听的是,那么给我们这个函数fs要求一次微分带0的值 那么这个函数比较繁杂,因此我们就利用定义来求解 意思也就是说f'0 那么根据定义,就是limit,那么s趋近于0 分母的部分,那么就是s减0 那么分子就是fs,再减掉f'0来计算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limit,s趋近于0 那分母的部分,s减0,我们就直接写s 分子fs,我们就把这个值带进来 所以就是s乘上s减1,再乘上s减4 去除以分母就是s加1,再乘上s加2 再减掉f'0,f'0就是s带0 所以这里带0整个值,那么就等于0 所以整个式子我们再把它整理一次 也就是说limit,s趋近于0 那么整个防分数化减,所以就会等于 把这个s跟这个s,那么因为我们等下算极限 s趋近于0,那么s不会等于0 那么s不会等于0,所以s不会等于0 分子分母这两个我们就可以把它约分 化减,所以整个式子我们就化成s加1 乘上s加2,分子s减1,乘上s减4 那么因此我们在计算limit s趋近于0的时候 所以s值我们就把它带0进去来做计算 那么因此0加1,这里我们得到1 乘上0加2得到2 0减1,这里我们得到负1 再乘上0减4,我们这里得到负4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2分之4,约分化减结果得到极限值等于2 所以题目要来计算f一次为分带0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这个值等于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好了